好,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一個算是對於數位邏輯 就是從計算機結構看到數位邏輯 然後往上看到系統程式的一個簡介 那但是現在我們要比較詳細的稍微從數位邏輯再來看 往下看到電子學 那各位所學過的數位邏輯其實都是用這些雜所做出來的 那and or not 那最多再加上no name as all as no 差不多了吧 那這些雜基本上就可以做出 只要有一個name的雜其實就可以做出全部 這是剛剛我們考各位的全能性的問題 那一般來講我們會用not加all加and去做 那也是一樣可以 只是他用三種雜 那邏輯雜是用在材料上是用什麼做的 以現在而言 從前是用真空管 現在都是用電晶體 那以現在而言其實都是用很大規模的電晶體 就是用IC 那這些大規模的電晶體是怎麼做的 那電晶體的種類有所謂的TTL ECL和MOSFET 那TTL就是雙極界面電晶體 那MOSFET是互補性晶氧半場效電晶體 那這裡名詞你會覺得好長 不好記 但是不用記 他們的主要特徵是 在某些情況下電會通過 某些情況下不會 這種用來控制會不會的這種方式 他之所以會通過的物理學原理 叫做穿碎效應 那這個是一個目前的電晶體 通常製成的示意圖 那各位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前面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到這個問題 那關於這個問題 到底細怎麼做成電晶體的 那這一塊基板 這一塊基板基本上都是細材質的 細晶圓材質的 所以你看台積電他們 其實他們不是真正的 最材料的部分 台積電還是要跟人家買 那跟誰買呢 跟一些長金柱的公司買 之前蘇聯解體的時候呢 有很多俄羅斯的科學家都失業了 後來那些俄羅斯的科學家裡面 有一些是半導體的專家 那時候都失業了 最後被以色列挖走 然後被各個國家挖走 那裡面就有很多是專門設計 就是長金柱的那種機器的專家 那金柱一個細 細其實是很便宜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沙子 你把沙子提煉出來變成純細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九的那種純細 那雜質越少 你最後生產出來的東西 量率越高 所以台積電他們在拼什麼 台積電他們在拼的就是量率 那台積電大概也是全世界量率最高的半導體公司 那量率真的很高 因為他用非常高素質的人力 在做人家高中生做的事情 就是基本上去台積電做什麼事呢 就是如果你進無塵室 那你就是穿著那個無塵衣 然後包著尿布進去 為什麼要包尿布 因為裡面不能尿尿嘛 你要出來要脫無塵衣 要太空裝 然後很久早就尿出來了 所以你一定要包著尿布進去 通常啦 除非你真的很厲害 那就沒辦法 那那些 台積電進去那些無塵室的人 都是碩博士的 但是從前在美國都是用高中生在做這件事 因為那是辛苦的勞工啊 但是你在裡面如果沒有紀律的話 你把灰塵帶進去 那個晶圓廠就完了 灰塵決定一個晶圓廠的良率 所以 像台積電它其實比較強的地方是在這裡 它對品質的控管 對良率的控制 那他們會跟那種長金柱的公司買整根的金柱過來 那個金柱很貴 一根金柱有幾千萬 所以之前曾經有人偷那個半導體材料 那個偷完之後那家公司又快破產被偷的 那那個金柱拿過來之後呢 台積電把它切片 切片 用那個水刀去切片 切完之後呢 就變一片一片的晶圓 對不對 一片一片的晶圓厚度 它弄得剛剛好之後呢 它做什麼事呢 它拿去它的機器 它的機器上面有一些機器 它是有那種光照 光照讓你就是決定某些地方曝光 某些地方不曝光 那有些機器呢 是有那種度離子的特性 就是它把一些半導體的五架的 和三架的那些離子 五架就是多了一架就是正電 三架就是少了一架就是會偏負電 那五架和三架的那些離子把它度進去 那當你度了負電的離子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N-Type N-Type的系 系基板 如果你在上面再度P-Type 帶正電的P-Type 那它就會變成P-Type的一個區域 那在這種P-Type和N-Type的結構當中呢 這邊我們通常會度一個金屬集 這裡度一個基板 就是氧化過後的雜板 然後呢這個有上面接金屬 金屬上面呢接線出來 OK接線出來就可以接到輸入的電壓端嘛 那這邊呢就變成雜極 那這邊越變原極 那這邊變極極 雜極、原極、極極 這是電子學一直不斷的在學的東西 你學整門電子學就是在學 原極、雜極、極極它有什麼特性 那最後你會發現它是有一個非線性特性存在 透過這種非線性特性我們可以控制 譬如說我在這邊加正電壓 我加正 加正義電壓的時候 這邊會有正電 正電的電 怎麼講電動跑到這裡 正電是電動、負電是電子 電動會跑到這裡 其實就是電子跑掉了 就形成電動 那各位知道 正電和正電之間會有排斥力 正電和負電之間會有吸引力 那所以呢 當正電集中在這裡的時候 這邊P-type 如果你給它加電子 加電子的時候 應該是說加電動 加電動的時候 加正電的時候 這些正電和正電之間有排斥力的話 它就過不去 它就沒有辦法從這一個隧道過去 這個隧道其實蠻窄 那從這個隧道它沒有辦法過去 所以就斷路 就斷路 但是呢 如果今天呢 我在這邊加的不是正電 而是加一點負電 加一點負電的結果呢 這個正電 因為這負電 其實對它有吸引力 所以這些 這些正電的電荷呢 就會從這裡穿過去 從這裡穿過去 因為負電對它有吸引力 所以它很容易就從這裡穿過去 不會排斥 排斥的話就把你擋掉 你就過不去了 但是呢 因為它這裡現在加的是負電 所以就會很容易過去 那這種就是屬於通路狀態 仔細看一下 前面這個 這裡如果是正的話 它會排斥 就通不過 這裡如果是負的話呢 它反而會吸引 讓它很容易通過 OK 就靠著這個 度到底是度正型的系 還是度負型的系 這度正離子還是度負離子的結果 會讓它導通和不導通 可以控制 當這個東西可以控制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個就是剛剛的drain 就是極極 然後這個雜極 原極 OK 那這只是變成把剛剛的那一個 這個東西變成示意圖 示意圖 就變這樣子 透過這樣的電子學的電路元件 那我們就可以用來控制 透過控制這個控制端的這裡 就可以決定它到底要通還是要不通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這種CMOS 這個稱為CMOS 那所謂CMOS就是有正的PMOS 再加上負的NMOS 兩個夾起來組合成的一種半導體元件 它等於是剛剛的這種 這種東西呢 有一些基板是N 然後這邊是P的 有一些基板是P然後這邊是N的 OK 兩個稱為不一樣的MOS 那這種呢 PMOS和NMOS如果夾起來有一個特性 這個特性是什麼呢 就是它幾乎不耗電 為什麼要夾起來用了兩倍的元件 其實它用一半的元件就夠了 它用了兩倍的元件讓它幾乎不耗電 在靜止狀態不太耗電 只有在改變的狀態才比較會耗電 那這個特性就變得很重要 所以到後來整個半導體的技術 通通都導到CMOS上面 就是在這個原因 那所以當我們這樣子控制的時候 你就會可以控制它通或不通 其實只是要控制通或不通而已 但是這裡用CMOS一個P一個N的原因就是 這邊如果通的話這邊一定是不通 那這樣子它會把電流給鎖住 它會省很多電 那譬如說如果我們要做一個CMOS的NAND雜 那你可以在這邊放兩個P型的 然後呢這邊放兩個N型的 P型的用並連 N型的用串連 那這樣的結果呢 就可以造成一個NAND雜 那這個要詳細了解的話 就是電子學的東西 所以這個下接電子學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對這部分有興趣 那你們就可以去修電子學 仔細研究這方面的東西 這大概也就是電子系最重要的課 但是我們 製工系是不太講這個 那所以我們剛剛從數位邏輯 又接到電子學 還接到半導體材料 那這部分 各位 上到這邊 應該稍微有一點概念 那不完全可是 可能你至少了解說 OK為什麼為什麼我 數位邏輯可以接到電子材料 這件事情 好 那 這個看過的就不看了 我們稍微 這裡 這裡有一個地方 是重要的 就是說邏輯雜 它其實 以剛剛的 對到CMOS的時候 其實它中間 有一點跳空對不對 我們可以控制它 通或不通 但是控制通或不通之後 然後又能怎麼辦呢 怎麼樣做出Name End or Not 剛剛我們有給了一個電路 但是那個電路的運作原理是什麼 沒有那麼清楚 對不對 那 這裡 這種解釋就比較適合我們 資工的人來看 它 那 如果我今天呢 要做出一個ALL 其實我是用病聯的開關電路 就可以做到 開關就是通或不通嘛 我用病聯的開關電路就可以做到ALL 我用串聯的開關電路就可以做到AND 為什麼呢 AND不就是兩個都一的時候才可以通嗎 對不對 所以兩個都一的時候 兩個都把它變成通路的時候 它就通了嘛 所以它有AND的特性 那ALL呢 就是只要有一個通 它就通 所以這個ALL ALL的特性就是用病聯的方式 AND的特性是用串聯的方式 那NAT雜呢 NAT雜呢 就是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把 把這個開關給弄相反就好 開關弄相反就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種病聯串聯做出 一些比較複雜的邏輯運算式 像 這裡 B 各位覺得這個電路應該是什麼 B AND NAT C B NAT C ALL D 然後呢 再跟它串聯AND A 看得出來它的意義嗎 B NAT C ALL D 並聯嘛 串聯是AND 所以 B NAT C O D Although D AND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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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來它的意義 那所以一旦你能画出这种图 一旦你能画出这种图 你要去布那个 布这种局就有可能 你要能够画出那种图 你来布这个局就有可能 布这个局有可能 你就可以去做出这个东西 OK 当然你不太可能自己去做 因为你需要一个晶圆场 那虽然有某个人曾经说过 每个男人都应该有个晶圆场 但是我觉得这个 是太好资源的一件事 所以 所以 这是不太可能说 我们自己去做这个制程 这是一个分工很细密的社会 但是 我们现在有FPGA FPGA基本上也是晶圆场做出来的 像Atera一直也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Atera Zilinx我不确定 他有没有跟台积电下单 但是 那些FPGA厂商 基本上他做的也是这件事情 只是他把那些杂都已经设计成 设计好了 而且是可以烧的 可以烧录的 那 做出来之后 其实你就 放在你的桌上 就是那个 FPGA的板子 你就可以烧进去 试试看 这也是我们这门课 大概可以做 所以 大概这样 大家 对于 整个 整个 从上到下的体系 应该有点概念了吧 应该有点概念 那我们 就先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然后我们再讲 接下来的投影片